我今天在药局的时候遇到一个女客人 他跟我说他男朋友不小心用到过期的保险套 然后他现在阴谷有点痒痒的 有点白色的分泌物 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当下非常纳闷哦 到底是怎样的男生会使用到过期的保险套啊 到底是乳太久呢 还是平常都不带套 不管是哪一个我认为都有一点不太妙啊 不OK啊 阴道炎主要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低虫型阴道炎 低虫是一种单细胞的寄生生物 那被感染的时候 女生下体的分泌物会呈现黄绿色的 伴随一点刺痛弘痒的症状 通常这个是借由性行为感染的 所以男生也要一起接受治疗 医生通常会开一些口服用的抗生素 或是阴道塞剂 第二种是念珠菌阴道炎 女生下体的分泌物会变得比较浓稠 白白的有点像豆腐的感觉 通常医生会开一些口服用的抗美菌药 或是阴道塞剂 比较容易感染的时期就是在 旌旗的前后 或是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 不然就是你太常穿一些不同种的裤子 那第三种就是最常见的细菌性阴道炎 女生下体的分泌物会有点白白的 那最重要的是它会带有强烈的鱼腥味 那这个时候医生会开一些 恐服用的抗生素或是阴道塞剂 那为什么会造成细菌性阴道炎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私密处的菌虫遭到破坏 菌虫怎么会遭到破坏 因为女性的私密处是弱酸性的 而男性的经验是呈现弱解性的 所以长期发生性行为 但是却没有保养的话 你的菌虫就很容易遭到破坏 遭到破坏就容易遭到感染 你可以使用一些针对私密处的医生菌 还有使用一些针对私密处的沐浴乳 那当然最重要的 你要盛取你的性伴侣 如果你的性伴侣 味性的习惯非常的不好 那总是急急臭的话 你就给他看我讲解丁丁断调的那部影片 让我准备好你的剪刀